大家好 我是丁丁 多谢大家收看我新一集的《钟女容易做》 讲开我们钟女 要洗清的地方真的不少 又要护肤 瘦身 又有宠物要养 又有小朋友 又要供楼 又有父母要供养 数一下 其实要花钱的地方真的不少 但如果我懂得投资的话 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棒 今天来讲的话 我请了李慧芬小姐Stella上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一个好的投资策略 或者投资的时候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这个时间我就交给她 Stella 很感谢你今天上来我这个《钟女容易做》的节目 别客气了 我记得你一直从事金融这个行业 已经很多年了 我记得你以前是会回线 对 因为做外会 做外会一定是美国市 欧洲市场是下午4点多钟才开始旺 去到夜晚点两点 但如果你等到收市时 亦都需要三四点 对 我记得你好像有个 放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 有个汇金格格 这个行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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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那时候已经开始 逐步逐步 找外地客的时候 他们会用QQ 通常不会用实名制 就是要用实名制 那时候会任你改什么名字 我觉得我觉得自己应该是有个格格 你刚才也说到 长期都要回过夜晚点 但我看到你皮肤 一点都不差 其实 你不理会的话 就不差 因为通宵 你不要说是女士 人事都很大 所以 我有做点事 OK 你也有补一下样子 也有 因为我从十几岁 我觉得我第一次做飞测 已经是十六岁 很厉害的 很早就已经懂得 怎样帮自己 扮静 没错 你投资又那么厉害 做了这么久的金融 其实除了你自己的全职工作之外 你平时限时都应该投资不少 然后这些钱是否都花在 扮静 因为你是没有可能 你自己是做一个投资 你一直看着 那部机的新闻 你没有可能是自己 不做投资 你很难这样去引得到 你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投资 你才能感受到 究竟市场是怎样的 因为 永远都是 你帮人投资的时候 你没有那么切身 你一定要自己都去做一份的时候 你才会有 感觉是很切身的 赚钱 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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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象 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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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imman 亏钱 亏浪 亏方面 ieron 亏搞 去减肥和护肤上都花不少钱 由头到脚都在花钱 你一场上来 我要先抓住你 不是说美容和瘦身 这些我们可以之后再谈 但我一定要问你 2023年下半年恒指的走势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析一下 一定可以 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年终了 接近年终到了第二季后 其实很多人都会想 其实好像很可怕 大家记得3月份的时候 美国有两家银行爆锅 欧洲有一家银行爆锅 还有过百年历史的银行爆锅 大家会马上想起 2008年金融开笑 是过百年历史 大家觉得这么可怕 大家将2023年时 拿回到2008年来看 其实金融会不会 是一个很可怕的下跌 因为经历了三年疫情 大家都知道很多欧洲 美国的国家都出现了滞涨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 最近很多人问 糟糕了 恒指金面升不升 例如年中打后的时候 究竟会如何 我们可以顺便和他们研究一下 好 我现在就等你带钱到我的手袋 其实我觉得 你看到恒生指数 去年10月最后的假日 下跌了14,597 是很恐怖 是很恐怖 但当时大家都说 10月通常都是股灾 偏偏在10月的假日 才下跌 大家就想 糟糕了 其实11月会不会有股灾 就会继续下跌 但是在11月份 第一个假日时 已经开始立即回升 整个星期时 已经升了之前 上到16,000点楼上 即是说 那已经是底部了 你看到 3月份 有两间银行爆煲 瑞士讯贺时 有出现问题的时候 恒指没有什么跌 它也是在19,000点 轻轻跌 穿19,000点 下跌到18,800 即是说 其实香港 港股的抗跌力 其实是很高 所以我预期 今年下半年的话 美国应该就停止加息了 股市值正常都会 真的会 会升回 对 所以港股 应该会开始逐步向上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也算是一个低位 是的 又不是去到 像刚才说的 那些万四 很恐怖 不知道会不会继续跌 继续跌 的感觉 因为它想回来 在现在的情况 譬如这样说 我有些闲钱 我又不可以 像你们这样 整天都对着市场 看着走势 我会不会 譬如说 买一些股票 作为一种投资的工具 收息 会不会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 会的 其实最近很多人问 第一个地方就是 因为过去几年 美股升得很厉害 很多人都会问 美股 会不会 可以升回头 买美股 首先 美股是不行的 OK 如果我们要买股票 都要分享什么地区的股票 美股一定不行的 就是说 譬如你 Dowell 中石成分股 Nesda成分股 都不要想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 好像 Tesla跌了这么多 是否可以买 是 是 苹果跌了这么多 是否可以买 首先说 美国那边 因为经济有机会出现一个阻障 我不谈论买美国的股票 OK 那就看回香港和内地 大家都知道 3月份 3月初的时候 内地开了两会 就是说人大会议 这样的时候 就会说 今年 中国内地是要補5的 即是说 GDP 国民生产总值 要補5% 如果大家有些印象 就是 以前中国总是補8 保8 保8 保了很多年 就像standard 保8 其实 那时候 中国的经济 GDP 超过8 也好 都要压回去 8%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超过10 大家会担心 一个很厉害的通胀 所以一定要压回 大概8% 为什么要低於8% 它又说要保8 要推上8% 因为中国 中国是属于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 虽然 现在全球来说 那个经济总量是排第二 但是因为人口多 你不可以这样 美国3亿人口 中国14亿人口 你不可以说 大家差不多 就是中国很厉害 你不可以这样说 所以它一定要補5% 才能够 全国的人民 是有机会 失业会降低 而且大家的工资 可以上调 所以就是補5% 但是補5% 你会想 補5% 是否之前是不行 还是補5% 所以才是補5% 你之前是補8% 你现在是補5% 那是怎样 代表什么 对 因为去年 大家知道 3年的疫情 但去年是特别厉害的 因为上海 那是補5% 你封锁的很重要 但是封锁的很重要 如果是補5% 你自然的经济贸易 就全部都停止了 所以去年 那是去年 GDP的时候 已经下跌2%左右 哇 很可怕 之前说的几年前 8%突然急跌到2% 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 所以要急于 就是 经济贸易 推广上 另外去補5% 今年的话 中国胜在好处 就是通胀不厉害 美国通胀就说 10%以上 现在跌到5%多 5%多 5%多 大家都叫救命 是很可怕的通胀 但是 中国通胀一直都保持在2-3% 现在是2%多 就是说通胀不厉害 那就有个问题 就是 它有个方法 就是 它可以去慢慢放松银根 美国因为通胀很厉害 所以要加持 中国通胀不厉害 它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它就可以去放松银根的时候 激活很多的企业 贷款各方面 那就可以将经济推翻 但是 推不推动 我们不知道 是 因为说明年才知道 今天到今年的 是 因为它这个动作 就已经是可以令到整体 整个经济环境向上 大家你知道 炒股票 是说 我预测半年之后会怎么 是 那既然 就是中国内地 大家知道 它所有说的事情 要做些什么就做 通常都成功 是 所以 因为它要保护的话 它一定会把很多的钱 政策推动 那就可以将经济向上 正路 那些企业应该的盈利 都会有一个大的增长 所以可以买一些 譬如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 那会更加是好 但是 我自己的倾向 如果你说 不是经常都对着 对着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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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喜欢买一些 项目比较高 因为 你不看 买了之后 一年又有收几个百分比 是挺好的 譬如建行 是 8厘色 941 中移动 也是7厘多 8厘色 不错 你买了之后 这些国企也不用担心 是 你一年一百万就收百万 是 如果一千万就不买房子 那你又收百十万 你更多 你买一层楼 真的不错 是 我想说 如果 我刚才听完之后 如果是这类型的股票之外 还有没有 譬如说 我要买股票的时候 我需要什么地方 需要留意 或者注意 有的 有的 特别是在近期 因为 特别是三月份的时候 经历了两家银行 爆煲之后 其实 很多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买一些股票 我放在银行的话 如果银行倒閉的话 那我会怎样呢 是 很多人都会想 我的股票放在银行的话 其实是不是银行的资产来的 如果银行倒閉的话 就是说 他就要去计算 究竟是哪些钱 大家也知道 就是如果一间公司倒閉的时候 他那些钱 第一要先给人工 是 然后再给一些负数 之类 如果是一间上市公司的时候 股民就没有机会 拿回那些股票 可能是债券等等 有机会就是排队来的 根本就是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在银行 经银行买股票 那些股票其实不是银行的 首先我们有两种户口 的买股票 一种就是cash account 就是现金户口 一种就是孖展户口 那就是cash户口 其实这些股票 只不过你通过银行去买这些股票 只不过你先放在那裡 就是说那些东西是你的 只是借着地方放的 就算你不要理我 那些东西是你的 即使我收拾了一粒也好 那些东西你也拿回 因为那些东西是你的 但是如果你开一个 是孖展户口 那就不同了 由你第一次开了这个户口 买股票那一刻的话 其实资产就是我的 即使你开了孖展户口 但是你没有借钱 都是这样说 你的股票都是我的 哦 是的 没错 都是我的资产来的 哦 是的 没错 很小心啊 是的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朋友都没有回忆 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回忆 特别是股票旺的时候 就更加多人都不理 因为你开孖展户口的时候 你可以借贷 是的 因为我打算 就算我先开定 很多时候都会说 你先开定 到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 你不用的话 又不收利息 又不成的 是的 但是你幸好 Stella你刚才提一提 如果我开了一个户口 而我的户口是属于孖展户口 就算我没有动用到它的钱 也好 那些股票也不是我的 是的 没错 哦 这里真的要很小心 是的 我不敢说 银行是否会推出 你开孖展户口 一般来说 都会问你地方 你会不会 你开什么户口 是的 你开什么户口 如果你的现金户口 因为银行就不同 股票行 股票行就是T加2 就说我先买股票 T加2就要付钱 例如我买了100万的股票 我可以在银行里面是没有钱的 如果是政策库信 你的话 那里面是可以没有钱的 先买了 那你就是今天 譬如今天买货 两天下来 你后天就要是 入一些钱 入现金 否则会计你利息 但是银行 现金户口就不是这样 它就说 你要先入钱 我看到这个户口有100万 我才会帮你买100万的股票 是的 所以有些投资者 会说 很麻烦 我常常都要把钱放在那里 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比如说 我开定户口 才知道 没什么所谓 只要开户口 我买的时候 就买 所以有些人就说 不如我开定孖子户口 是的 因为孖子户口 我不需要把钱放在那里 我开定户口 我买的时候 我就买了 买了的时候 银行就会给你看 现在你买了股票 你要入钱 如果你不入钱 我就会计算你利息 所以很多朋友 可能觉得 方便 为了方便 就开了孖子户口 出现了问题 现金户口 没有事 当然没有事 没有事 永远都没有事 对不对 但是当有事的时候 你开孖子户口 的股票 就已经完全不再属于你了 是的 所以我就说 因为我自己也是 当时 我不是在银行里开 我是在证券行里开 他就会问你 你用不开这个 用不开那个 从来不知究竟是什么 对不对 就算他解释也好 你坐在那里 那十分钟 然后他好像已经很纯熟 背了所有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 好啊 一按錄音 是的 之后就变成了 所有东西都方便 你反正来到 都签了名 你开了 就会这样的情况 还有留意一个地方 就是刚才我说 如果我开一个现金户口 就是现金户口 我可以不用把钱在那里 买完之后 十两天之内要付钱 是 两天之后 如果我不付钱 那又怎样呢 他帮我剪掉 不是的 原则上就是 他也是会计理利息 就是他会去 警告你 你要入钱 是 这个是说证券行 因为银行没有这样的 银行一定 你放了钱之后 才会做这个动作 证券行时 就给你 原则上 信理说要给你 你买了货 才会入钱 但是 你买了货 或者你 可能我不在香港 我调动不了 这样 有时候 他就会 告诉你 你要入钱 如果你说 我入不了钱 我现在不是在香港 但是我又调动不了 的时候 他就会收你利息 一般来说 如果你在证券行 因为银行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他怎么入钱 证券行有两种户口 现金户口 和孖子户口 是 现金户口的利息 是比孖子户口的利息 所以有些朋友 觉得 我常常都飞来飞去 我不一定在香港 那些钱 未必调动到的时候 我当然选择个利息低一点 来去选择 开户口 那我就选择 孖子户口 又是一个 所以说 你不给钱 那我收钱 当然是贵一点 所以要小心 大话到明 是现金户口 其实你不如见到 我户口真的有这么多 即是类似银行的做法 你看到我户口真的有这么多 先真金板 那你给我买 这是港交所的法例 就是说香港为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方 就是说你的灵活性是够大的 就让人们可以是T加2 其实说一句 今时今日就叫做 没有那么灵活的了 说的是九几年的九十年代时 大家要记得 就是香港当时曾荫权未做特首的时候 是救过香港一次的 就说是香港的股市买得很厉害 接着就找了很多人去帮忙 四大家族 内地帮忙 打大额 那当时 为什么香港会这么厉害 让人们这样沽货呢 因为那时候 如果你沽货 当然不是说一般市民 是说他们的大额 大额 可以T加5 沽货可以T加5 很恐怖 即是说现在这些黑沽 我手上没有货 我沽了你的货之后 我现在不需要立即去补货 我五天之后才要补货 五天什么事都发生了 我折完之后 我折到买货 补货给你 那时候的大额 很容易就会赚到钱 之后 经历了那一次之后 就重新检讨 没有了这一件事 原来Stella 你不说我 虽然我自己也有买股票 但我从来不知道 原来孖展的户口 有这样的Terms and Conditions 真的不知道 谢谢你 我见到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下次我再请你上来 跟我们讲其他产品的知识 好吗 谢谢